各位南岛鄉親,大家好,我是林桂竹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吹到禮拜三的南岛新聞 根據中央流行已經智慧中心交付資料 南岛官較前案例增加三名都是來組操頓 分別是84歲南省以及84歲53歲入省 要是案55空大作為加速 第二期到第二期期間時,第二次PCR減刷用性來確認 今是東方向確認案例當中的家庭考驗 南岛官經過幾天沒有確認案例增加進行立結束 根據中央流行已經智慧中心交付資料顯示 南岛確認案例增加三名都是來自曹頓頓 案12029、案12030、案12031 分別是84歲南省以及84歲到93歲入省 也是案545年的降大價 第一期到第二期間要繼續進行第二次PCR減刷 用性來確認 更加是東方向確認案例的傳播鏈 那今天我們所公佈的這三個案 分別是他的父親 也就是12029這個案號 還有他的母親是12030這個案號 還有他的妻子是12031這部分 那這三位他的同住的家屬 在5月25號切診之後 我們馬上就對這三位他的同住的家屬 實施居家隔離 在當初在實施居家隔離的當下 我們也把這三位請到醫院去做核酸的一個檢測 但是在5月25號24號那一天的核酸的檢測 當天這三位同住的家屬都是陰性反應 都是陰性反應 但是到昨天要解隔離的時候 我們來按照程序 請這三位同住的家屬到醫院去接受核酸的一個採檢 結果很不幸的這三位都有檢出陽性的一個反應 也因為這三位比較緊張的 又是跟東方紅有關的 他們主管政府也表示 東方紅養生會館的蔡檢專案 能等一禮拜到6月16號 同樣後有曾經起過的民眾 或這時間做人員 都要趕緊跟衛生局聯絡進行檢測 並當時在6月11號在超頓座設立台檢站 以及6月12號到6月12號 K棟第三頂下骨太檢站 那不過我們還是對於像草屯這樣的一個地區 我們還是不敢調情 所以我們在議定在6月11號 也就是在後天 我們會在草屯鎮再加開一場的設計的一個篩檢 在竹山的部分 我們曾經有一位個案的發生 所以我們在竹山地區 我們特別再去開三個場次 也就是在6月10號在竹山的煙草站 在祖師街這個部分 6月11號就是在這個禮拜五的下午 會在沙東宮這個部分也會開一個場次 那另外在6月12號 也是在這個禮拜六的早上9點到12點 也會再加開一個場次 那我們希望竹山地區的朋友相親 如果您有足跡重疊還有相關的症狀等等 都可以到這個地點去踴躍接受篩檢 另外在南道館蓋一行快賽的部分 管政府也表示這行的案子 蓋壓採檢出費 需要由醫師領案來提行 那是有需要的擔憂 維新教合作美學醫療主委 蓋壓病需要準備抗原檢測測試 各位請向維新教保備 並同時侯有大家的防疫機関 不管歐北走 共同來防疫都過一節難關 今天算差不多